中印爆发边境冲突 解放军猛追印军20公里 六名战士牺牲吗 一次内外势力配合 待中国冲突节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边境异动 解放军猛追印军20公里吗 一次内外势力带中国冲突节奏 这两天 中印边境似乎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异动 我看到有很多消息和讨论 声称在近日 解放军和印度军队 在边境地区发生了冲突 最后的结果是 解放军成功收复了除马要塞 而且猛追了印军20公里 印军爆头鼠窜 整场冲突造成了印军20多人死亡 6名解放军牺牲 大家听听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网上舆论潮得沸沸扬扬 而且证据不少 有现场视频 有开枪图片 有印度媒体的报道 有我国外交部的官方证据 甚至还有6名因公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照片 信息十分详细 听起来有理有据 看着让人不得不信 但问题是 我仔细查了半天 却没有看到新花社之类的官方渠道 对此事进行了任何的报道 那这事就很诡异了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逐字逐句分析后 基本可以证明 这就是一个假的 不能再假的谣言 这就跟之前网上传的神乎其神的 中美南海电子站一样 听着是很爽 但舆论造成的风气影响很坏 所以针对这次所谓的中印边境冲突 咱们有必要来一个好好说道说道 首先这类消息有一个最大的漏洞 那就是解放军猛追印军20公里 20公里 大家可能听起来没什么 因为咱们解放军有这个军事素质 但我们得考虑到 这可是中印边境地区藏南那一块 地势非常复杂 交通又不便 全是高山 悬崖 昭泽 密林 遍布 在这种复杂恶劣的地形环境下 解放军一趟往返 至少要三到四天 而且这还算快的了 人家印度军队至少要六天的时间 那消息中解放军一天之内追了印军20公里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次 有关收复除马要塞 这个很明显是借用了2014年中印边境冲突的素材 以此来混淆视听 而网上消息给出的视频 以及卫星图片 根本不是除马要塞 而是印军在边境的一个据点 距离我国国界线 六公里以外 最后也是我最难以忍受的 六名牺牲的解放军战士 这些同志是在早两年的事件中因公牺牲的 但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拿着照片来制造虚假信息 博取流量 轩然冲突舆论 而所谓的外交部证实 说的也不是这事 而是2020年 外交部对印军入侵班公胡的指责 所以这一消息从头到尾就是拼凑而来的假消息 没有任何一点是真实的 制造这一舆论的源头绝对是不怀好意的 是在刻意带中印边境的冲突节奏 制造中国周边地区不稳定的舆论 因为前段时间中印举行了高级别会谈 以及边境事务的磋商和协调工作 可以说在今年的努力下 中印关系可能依旧不好 但中印边境的局势已经是趋于稳定了 中印在边境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达成了共识 所以很明显这次的冲突舆论 就是冲中印边境共识来的 有人就是看不得中国周边的局势稳定 非要弄出一些假消息 大家可以想一想 现在的国际形势下 到底是谁希望看到中印边境出现流血冲突事件呢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外部势力企图在中国内部制造不稳定因素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能轻易上当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